哈喽,大家好,我是Sophia 那好久不见了,前段时间带着孩子们参加了朋友的一个马场举行的生日聚会 那小朋友们都体验了一下骑马 参观马厩以及卫马,他们都表现得非常棒,也很勇敢 那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可以给想让孩子们体验的家长们一个参考 那首先呢,这个马场的名字叫Glab Stable 那在新加坡其实总共有两个场地 一个是在Pukitima那边,另外一个是在巴西利 我们参加的是巴西利的这一家 那我把就是这两家的地址和联系方式都放在这里 大家可以截屏参考一下 那这个马场的营业时间是星期二到星期天 那早上八点到晚上七点 可以直接去马场购买票或者是在网上提前预定也是可以的 那体验总共是有两个section 一个是在Wake Day的时候起码是从早上十点到十二点 那下午呢是从两点到七点 最迟的购票时间分别是十一点四十五和六点四十五 那如果是在Wake Day的时间的话就有一点不一样 是从早上八点到十二点 下午是两点到七点 那么其一次呢大概是十块钱 那另外一个Session其实是喂马和喂小兔子 时间是星期二到星期天 那从早上八点到十二点 下午是两点到七点 那喂小兔子呢 他有一点不一样是从星期二到星期四的时间和喂马的一致 那最迟的购票时间是十一点半和六点半 那喂一次马和兔子呢都是两块钱 那马场就会提供一小筐的那个胡萝卜 那一天呢比较幸运的是孩子们还参观了马厩 看马洗澡以及帮马梳毛 那我想应该是在那个生日套餐里面的 那我今天去他们的官网上看了看 因为他们有一个promotion就是98新币 包含一到两个人里面的内容就是有参观马厩 亲自给马输毛 骑马喂马等等 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把那个promotion放在这里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